大家好,歡迎收看《一語道破》 我經常都說,這個世界上只有你不知道的事情 就不會不發生的事情,是不是? 你看看這個三月份,美國就飛了一隻黑天鵝進來 兩間中小型的銀行,這個直谷銀行 還有這個Signature Bank就被FDIC 就是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接收了 但是市場就很有趣,股市又震了一陣 接著就沒事了,為什麼呢? 因為聯儲局一聽到消息,馬上就發放流動性 FDIC又立刻去定心院 又說要派這個存款那裡,就一定是照給了 那些政客也出來說,你們不用怕了 我們的金融系統是非常之健全,是不是? 好了,同一時間,這個歐洲就走了一隻灰西牛進來 那間八年老店瑞信呢,就終於資不抵債 就面臨倒閉,好在瑞市政府啊,央行啊,UBS啊,就是瑞銀啊 那麽就力玩狂難,爲什麽呢?因爲怕爆雷,是不是? 那麽由UBS就拼購了這個Credit Suisse 那麽就沒有令到歐洲整體來說 整個金融市場出現了亂子的 那麽爲什麽我叫它做這個灰西牛呢? 那麽,因爲呢,其實一早知道瑞信會出事的了,是不是? 上星期我們那個一語道破都說了,它有兩宗大爺呢,就high了 一宗呢,就是Green Seal Capital 那麽另外一宗呢,Archigold Capital 那麽兩宗加上呢,整百幾億瑞郎 大佬,真是很難找的,百幾億瑞郎 加上呢,周不時又出現些醜聞,是不是? 那麽,出事呢,就真是,其實是指日可待的 那麽終於呢,就消失風雨中了,啊 那麽好了,那麽兩件事呢 就只是令這個金融市場震了一陣 那麽之後呢,就好像沒有事發生的 尤其是那個股市呢,插了一下之後呢 就升回上去,是吧? 那麽歐美銀行那些股呢,就被人唱到 哇,好像一民不值那麽 那麽它又是這樣,跌了下來之後呢,又升回上去 那些金呢,就抽過上去二千零幾 那麽又回軟了 那麽,那麽期間呢,就 那麽更詭異呢,就是這個 Fedal Reserve 即是聯儲局呢 它是趙家釋四分一來 歐洲央行是趙家釋半來 啊,他們都當是沒有發生 即是沒有發生什麽事 那麽你們 那麽是不是真的沒有事呢 那麽,看起來呢,就好像平息了 那麽,但是隨後而來的事呢 就好像呢,就令人有些不是那麽放心了 那,起碼令我不是那麽放心了,是吧? 那麽,例如中小企銀行出事呢 你看到那些錢呢,就一路流走的 是流去那些大的銀行 那麽,但是大家都知道呢 中小的企業和這個銀行呢 他們對整體的經濟的發展呢 是一重大的支柱來的 無論在就業,在信貸方面都是的 那麽,據聞中小型的銀行呢 他們佔美國商業樓宇的案件呢 是七成半八成的 那麽,如果你存款流走的話 你信貸肯定是收縮的了,是吧? 那麽,對房地產 即是商業的房地產這個sector呢 會不會有影響呢? 那麽大家想一下 那麽,因爲你都知道 那些大型的銀行 通常都是serve那些大隻佬 那些大客啊,巨企啊 有錢佬那些,是吧? 那麽,就算serve你都好 那麽,有什麽時起上來 一落雨,他立即收傘 出太陽,他就給你一把傘 那麽,有什麽風吹草動呢? 那麽,一定是收錢先的 一定是收傘先的 那麽,經濟未來呢 會不會出現問題呢? 那麽,還有 那麽,還有,就是 那麽,就是 那麽,經濟下半年呢 會不會邁向衰退呢? 那麽,我們一會兒說 大家好,我是王冠一 個個都叫我王Sir 現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知道我獨家對市場的分析 Patreon會員將會享有專屬限定內容 每星期的獨家影片和文章 為你分析環球投資市場 還會以宏觀角度 對股市、外匯、債券、商品資源等市場 作前瞻性的分析 每月直播,我會和侯天和師傅 輕鬆暢談環球經濟和玄學的知識 還可以用會員優惠假參加我的Webinar 小小的付出 隨時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 立即加入我的Patreon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